這個滔滔鐵板燒 雖然只剩下我一個人 但是我還是把這個責任扛起來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為了記憶中的那一碗 銷魂醬油蛋飯 為了不要讓它消失 繼續傳承下去 花了一千萬的故事 突然怎麼不第一 超團人生 歡迎收看超愛人生 我是超哥 我現在在中和的濃濃鐵板燒 濃濃鐵板燒呢 是我從17歲開始 就跟著昆哥 然後一路吃到現在 對我來講 我的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滔滔都給我很美好的回憶 因為坤哥的手藝真的是絕啊 在疫情期間 我拍了滔滔鐵板燒的第一集 就是介紹滔滔鐵板燒 那當時我帶著我岳父岳母一起吃飯嘛 還有蘇菲 引起非常多的迴響 整個疫情期間大概有四五千個客人 因為我的影片慕名而來 讓他撐過了整個疫情 那我在去年的七月 我再次來到滔滔吃飯嘛 那當時坤哥一邊做菜給我吃 他說 那我當時聽了以後其實我是非常的震驚 滔滔鐵板燒如果就此走入歷史的話 好像我自己的心中的某一塊 就好像就這樣消失了 當時我跟坤哥講說 不然我支持你的兒子藤偉 我幫他補師傅 我幫他找內外廠的工作人員 把這個滔滔再整理一下 後來藤偉他有人生不同的規劃 我只能給予祝福 也尊重他的決定 這個滔滔鐵板燒 因為我心中的那一碗醬油蛋飯 雖然只剩下我一個人 但是我還是把這個責任扛起來 記得那醬油蛋飯是什麼 我當然記得啊 我從小到大至少吃了一千碗 就是在高溫的鐵板之上 打下金黃的雞蛋 然後很快速的翻炒 讓它將凝結而未凝結之前 加入醬油 然後一直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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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它是凝固的 然後又充滿著醬油的香味的時候 把它鋪在棒上面 那個就是我記憶中的醬油蛋飯 為了這一碗醬油蛋飯 我花了11個月 終於現在的新滔滔已經快要準備好 希望能夠繼承舊滔滔的優點 然後再有一些新的東西進去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為了記憶中的那一碗銷魂醬油蛋飯 為了不要讓它消失 繼續傳承下去 花了一千萬的故事 超怕 大家如果回放兩三年前的影片 我記得我就是站在這個位置開場 想不到過了兩三年之後 換我一個人站在這裡 可是 所有東西都不一樣 大家以前會記得外表就是一個木頭 進去裡面也都是全部都是原木色的 我本身很喜歡桌子會發光的地方 所以我就跟設計師講 第一個桌子一定要會發光 第二個一定要有星空頂 老師還是都有星空頂 黑白 真的不像鐵板燒 像招待水 我是希望它能夠跟年輕人更close一點 那不得不提到 我非常喜歡滔滔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景 這裡是中永和交界的四號公園 它號稱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園 也是中永和房價最貴的地方 所以這是中永和非常難得 第一個有捷運 永安市場站 第二個它有機車停車位幾千個 第三個它有汽車停車位幾百個 我常常下午的時候待在裡面 然後往窗外看 看到這個綠域盎然的公園 還有在運動的人們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歡滔滔的這個地點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裡面吧 應該完全跟以前不一樣 這個肩台現在的造價應該要超過六十萬 所以三個肩台應該就是要接近兩百萬 那我是把它全部都保養好 能換的都換新 但是肩台我並沒有換 我還是想保留原來的 然後其他地方就全部改裝 包含大家看到的 現在這個原木色的東西 就是以前滔滔的 那所有的冷氣空調 我全部都整理過 所有的管路我全部都換掉 就是為了減低 卡在空調的管路裡面的味道 然後上面這個星空頂 還有流星可以看 那它還有一條燈帶 從頭貫穿到有 其實這個打開以後 其實氣氛是蠻好的 大家都會覺得像是酒吧一樣 包含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些漆啊 它都是特殊漆 它的價格非常高啊 它燈光打下去 它就會自然呈現出某一種質感 那整間的話 是走有一點綠色 或是Kifferney綠這種顏色 我剛剛有講到 我很喜歡這個戶外的風光 就滔滔這個景 我把它的牆面 全部改成透明玻璃 那它可以一段一段的調整 調整到 完全霧的 那它也可以像這樣子 對 像呼吸燈一樣 就是若隱若現 讓大家用餐上 隱私上會更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以前淘淘的包廂吧 包廂也是一樣 保留它的一些經典的元素 然後再加以重新整理 這個星空頂也是必備的 走到哪裡都需要這些東西 老客人的話 進來應該會覺得蠻懷念的 還有就是這個吧台 當初是請人設計專業的水壩 基本上你在這邊用完餐以後 你就移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喝點飲料啦 甚至有的人喜歡小酌 他會喝點紅白酒 我光這一個吧台 還有加裡面的廚房器具 其實就一兩百萬 那裡面跟以前的淘淘不一樣 還有龍蝦缸 這個就是海水缸吧 以前淘淘其實是 沒有所謂的活體海鮮 那這個海水缸是專業的 就是連海水都是用水車載來的 勾住 就是如果你要有活體海鮮 你就一定要有海水缸 固定時間都要保養 不然它水質也不好 這些龍蝦鮑魚就 就倒了 這個晚上自己吃 等一下就它啦 等一下就它啦 這個新鮮的東西吃起來 口感當然就是最好的 好啦現在看完 新滔滔的改變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十個月以來的故事 為什麼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 為了這碗醬油蛋飯而努力 跟你講中間的故事 這個故事說起來 真的有無限的感慨 當時我來吃的時候 坤哥說八月一號 就要把房子換給房東了嘛 因為他那時候身體可能 狀態不是太好的 據他自己說 他是因為在疫情期間 染上COVER以後 他的肺部功能受損 肺部纖維化 那當時我來吃飯的時候 坤哥整個人比起以前 至少瘦了15公斤 20公斤以上 所以他說他要退休了 那整間店要還給房東這樣 滔滔就沒了 那我當時在吃飯的時候 我記得我坐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跟他講我說 你們打拚一輩子的心血就是滔滔 如果你退休的話 滔滔去人家那邊上班 因為當時他告訴我 他要去朋友的美式餐酒館 去那邊工作 我說你跟著你爸爸 也做了這麼久 也學到了一身好手藝 那你要不要把滔滔繼續下去這樣 那滔滔當時就是爸媽不做 他可能也就不想要繼續做 因為那個責任其實是很巨大的 你要撐起一家店其實要很困難 那我跟滔滔講說還是我支持你 我們就約了這裡的房東 就跟他談續約 房東其實人非常好 他租給他10年都沒有漲過房租 那他希望租金可以往上調一些 我覺得也在合理範圍 當時就是因為想把滔滔傳承下來 所以房租從10出頭萬 漲到16萬我也就就是OK啦 就支持嘛 那8月9月10月到現在 當然都是我支付房租 去年8月1號坤哥退休以後 那過了兩三個禮拜 我這個地方已經在拆除的時候 坤哥打了一通電話給我說 騰緯要陪他去復健去看醫生 可能暫時會脫離我們的團隊一陣子 我就想說好吧 那騰緯你就專心的陪爸爸去看醫生 在過了幾個禮拜以後 我又接到坤哥的電話 他說騰緯要陪他去做手術 那這一次可能比較嚴重 所以叫我不要把騰緯放在這個計畫裡面 然後他說 電送我 我要這間店幹嘛 我又不是做鐵板燒的 是不是 其實我聽到的時候 是有點難過 為了支持陶陶 為了支持坤哥 為了支持騰緯 不希望陶陶就像很多一代歷史名店一樣 因為人力的關係 因為老師傅退休 就走入歷史 從此就消失了 我是想保留我心裡的那一份回憶 到了今年的一月初的時候 我就收到騰緯傳訊息給我 他告訴我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就是坤哥走了 其實當時我可以抽身 因為當時我就是做到拆除而已 我花了整整的一兩天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的人生很短暫的話 因為我們心裡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為了這個夢想我願意付出多少 我也可以當時就此打住 但是 我這個人就是 比較堅持一點點 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那種人 我還是想盡可能的保留 在我心中的 這個最值得紀念的部分 於是呢我就開始了 一段 最困難的就是 師父跟我記憶中的陶陶 他要能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光那個醬油蛋 我在這一個月之內 我至少吃了100次 因為坤哥沒教我們嘛 藤偉也沒教我 那我只能土法煉鋼 就是一直試 一直試 所有的東西都是試出來的 現在我的醬油蛋飯幾乎 百分之九十九還原 當初坤哥的味道 這個我很有信心 我盡可能的保留 原來陶陶的一些記憶點 希望我們的心滔滔 開始的時候 能夠順順利利 我會繼續努力學習 然後修正我的錯誤 希望心滔滔 能夠展現不同的風貌 再有另外一個十年 十年後我會不會再做 那就不知道了 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變成 一家鐵板招店的老闆 這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初衷是 我的初衷是 保留心裡那個最美好的回憶 想不到現在變成 剩我一個人堅持在原地 沒關係 我會繼續堅持的 那也歡迎大家回來看看 新的陶陶 或許將來有一天 藤尾看到這一集 或許他會回來 跟我們一起奮鬥 或許他有更好的發展 那我們也祝福他 那藤尾你要知道 我還在這裡等你 我沒有 我沒有離開 我還在這裡 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回來看看新的陶陶 跟舊的陶陶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吃過我們的菜 給我們一些善意的批評指教 然後也給我們一些溫暖的鼓勵 因為畢竟 像我這樣子 傻的人 應該也不算多了啦 為了一碗 記憶中的醬油蛋飯 可以花這麼多錢 好啦 記得大家回來看看我們 看看新的陶陶 超派 大概